歡迎大家收看喬琳日誌 然後裡面主要以馬卡龍色系的裝潢為主 那裡面還有就是黃色很可愛的一個盪鞦韆 然後它裡面這邊的冰品現在看到的都是當天現做的 而且完全完全沒有加人工色素、防腐劑、添加劑、任何什麼東西都沒有 而且這個是他們在新加坡裡面這間店的廚房當天現做的 那你看它整個的裝潢非常的可愛 這當然就是今天可以做 對他們每天都會有人消毒所以其實很乾淨 然後當天我們今天去用餐的時候其實人還蠻多的 它客員的流動率也很高 所以今天其實生意很好 那感覺其實蠻乾淨蠻舒適的 那我們今天兩個人去後門就點了一個人 我們點兩球 所以它是8塊3毛錢 然後還要再加1塊錢的 就是全味道的費用這樣子 所以一個人是9塊3 對所以其實價錢還OK啊 而且以手工的冰淇淋來講這個其實不貴 而且還蠻健康的 那我今天點了這個是 茶類的冰淇淋 然後另外一個是以巧克力類的冰淇淋為主 那茶類冰淇淋它有點點偏苦 可是也不會到非常非常的苦 那我還可以接受 然後它的巧克力也蠻濃的 我自己蠻喜歡 然後以螞蟻來講 可以滿分10分 然後我朋友它點的是 一般就是比較不會踩雷的 然後它點的是水 快點兩個口味 嗯 它點的是水果 一個是 Lyche Lyche Rose Raspberry 嗯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 Mink Chocolate 對這兩個是我朋友點的 你點Mink Chocolate Chips Mink Chocolate吃起來蠻涼涼的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些巧克力摔片在裡面 然後Lyche它有一點點酸酸的 然後我自己還蠻喜歡 那這個部分我會給9.5分 那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接下來就是拍照時間啦 這是一間其實可以歸類為網美店 然後當天也有看到有兩組客人網美在拍照 當然也是拍拍照上傳可能IG或Facebook 一些社群網站這樣子 拍照時間拍拍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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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傳一些食物照 然後到網站上面習慣 然後本身我們這次沒有點鬆餅 然後我們看到隔壁座的人點鬆餅 所以我們就跟隔壁座的人點鬆餅 所以我們就跟隔壁座的人接著來拍照 好我們今天總和這樣子兩個人是18.06 好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影片影片上傳的話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我影片影片上傳的話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